歡迎收看 黑色的地方叫什麼 叫 這一塊只有在什麼 船上漁夫或什麼漁民 會先割下來 自己先吃 所以你到外面只吃到 這一片而已 是什麼一般的鮪魚肉 雪和肉 只有餐廳 主廚 都留給自己吃的 也許大家看那個黑黑的 那個部位好像可能不是很好吃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營養成分 其實 所以它才會呈現黑色的 所以其實你如果想要吃補血 比如促進造血 讓我的鐵質能夠夠量 其實是這一個部位 大家都以為鮪魚好像很油 油 其實沒有 而且它的蛋白質的主要來源 就是所謂的 就是我們人體要的必需指 氨基酸它都可以給 包括像你要促進長肌肉的 自戀型氨基酸 消除疲勞的金氨酸 黎氨酸 促進生長發育 黎氨酸會幫助骨蓋的吸收 對學童們來講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 蛋白質的來源 它都有 對 所以我會鼓勵 盡量讓小孩子吃魚 因為在成長發育的過程 你讓牠吃很多的肉類 其實脂肪含量也很高 可是相對來講 它的脂肪含量就低很高 在腋中 不停泡 如果它有多難題 在腋中 有一個很高中 也會不會那樣 會不會那樣 如果它有多難題 真的呢 我會不會那個 或者很乾淨 可以幫助它